欢迎您继续回到港都新闻 我们都知道跟着朋友聚在一起唱歌聊天很开心 但是这不只是年轻朋友喜爱的修行活动 在社区长辈们也很喜欢 在前镇区的逐席里 他们就把里内的活动中心有一间教室 改装成路中庙幸福卡罗OK俱乐部 天天都开放给需要的长辈们来使用 大家一有机会就会来到这个空间来练歌 可以说是心情开心得不得了 不管是男女队唱还是一支独秀 社区内的长辈在卡罗OK机前尽情欢唱 底下的观众不只会跟着唱还会打节拍 这里是前镇区逐席里的 路中庙幸福卡罗OK俱乐部 我们在这里可以唱歌很好 是不是还能认识很多朋友 对啊 还可以交朋友 还很好 我们在这里的台语日期都有 一般都有来 除非就说有很严重的事情 一般都没来 差不多都有来 来这里大家很欢迎 这样开工啊 对于能够有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让大家尽情的练习唱歌 社区长辈们都觉得很开心 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天天来报到 而到俱乐部唱歌也有一定的规范 大家在白板上填写顺序 就是希望每位到场的长辈都能有机会一盏歌喉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里内的老人非常的多 大概五六百位 那刚好活动中心又有这样的空间 那我们就请这个主席里的里长 就是去申请经费 把他的整个隔音的设备做起来 大家参与的感觉很好啊 像他们连过年就只休三天 因为他们不肯休息 他们已经把每天来这边唱歌 当成是一种很正式的娱乐活动 未来主席里跟打算在六月 举办社区卡拉OK比赛 让长期参加歌唱俱乐部的成员 可以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哪首歌 港大逊黄梓天吕中益采访报道